我们的宇宙是无限的 有无数的行星散布其间 很难相信整个宇宙 只有地球上才有生命 我们人类只是唯一有智慧的生物 如果你仍然不相信地外生命的存在 我建议你看看这个视频 我收集了它们存在的最无可辩驳的证据 不过在跟随探索号的脚步之前 麻烦大家订阅本频道 为本期视频点个赞 内容制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就发车上高速了 空中旋转的不明飞行物 1952年华盛顿特区发生了几起 至今仍无法解释的神秘事件 在一个多星期的事件里 人们报告说在天空中看到了多个不明物体 这一切始于7月20日晚上 华盛顿机场的雷达 在距离华盛顿机场25公里处 发现了7个飞行物 工作人员注意到可疑物体有一个典型的轨迹 并向美国空军基地报告 感到困惑和恐惧 众多公民的信件和电话开始涌入空军组部 当局和军方都没有给出答案 只是敦促公众保持冷静 军方试图摧毁这些奇怪的物体 认为他们可能是苏联的侦察机 但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 最终在7月26日 其中一名巡逻飞行员威廉·帕特森决定 再次尽可能接近不明飞行物 后来这些飞行物先是包围了它 然后又消失了 好像它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华盛顿旋转UFO和罗斯威尔事件 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事件之一 动物园假说 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 在与同事的一次谈话中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吗 有了现代技术 我们已经学会了 接收来自外太空的信号 甚至来自数百亿光年之外的信号 其实在这个范围内 有很多行星可能适合生命存在 但是为什么没有外星文明 开始与人类互动呢 这正是他们感兴趣的 这位物理学家 对地外文明的存在并不怀疑 相反 他正在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的几种假设 根据所谓的动物园假说 我们被困在某个天体的笼子里 其他智慧生物只是在观察我们 这个观点有点类似于另一个理论 即外星人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来接管我们的星球 不过还有地球是独一无二的假设 根据该理论 在行星和其他星系中 出现高级生命形式的可能性极低 因为超行星经常在那里爆发 释放出大量的辐射 然而我们的银河系是独一无二的 它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圆形半径 允许以重力冲击波的速度 所以我们现在仍然是安全的 这个坚定的假设本质上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 人们可以思考很长时间 不被普通人所知的秘密 戈登·库珀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宇航员 他参加过许多太空探索项目 库珀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所以人们相信他的话 然而他却一再声称 不明飞行物的真实存在震惊了公众 在采访中 这位宇航员谈到了自己亲眼看到的飞碟 他还指责美国政府 向普通公民隐瞒有关这一现象的信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库珀和他的副驾驶在德国驾驶战斗机时 多次看到来自外星的奇怪光盘 他观察了他们的飞行路线 发现他们是不可预测的 这些物体的速度非常惊人 在某些情况下 许多较小的圆盘会从较大的圆盘中出现 库珀告诉记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 美国当局开展了广泛的项目来研究UFO现象 但是后来在政府的压力下 科学家们开始否认 任何关于外星文明存在的信息 这样做是为了让那些 可能被真相震惊的普通人保持冷静 根据宇航员的说法 外星人和政府之间有某种协议 要逐渐让地球居民准备好 接受宇宙中有其他智慧生物的官方信息 这些说法听起来似乎是可信的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被公开告知外星人的存在 外星人鲁人事件 1961年9月19日 巴尼和贝蒂希尔夫妇度假归来 当他们开车沿着新罕布什尔州 怀特山脉附近 一条荒凉的乡村公路行驶时时 贝蒂注意到天空中有一个奇怪的光点 似乎变得越来越亮 越来越大 这对夫妇继续赶路 那个可疑物体似乎一直跟着他们 贝蒂让她的丈夫停下车 这样他们就可以看看天空中发生了什么 当贝蒂用双筒望远镜看时 他意识到他看到的是一个 通常被称为飞碟的东西 一个扁平的确实像飞碟一样的航天器 还有多个窗户 有那么一会儿 他甚至觉得他看到几个类人生物 从窗户里看着他 贝蒂让巴尼也用双筒望远镜看 不过巴尼安慰他说 那只是一架普通飞机 让他不要惊慌 之后这对夫妇继续他们的旅程 但很快就听到了奇怪的喀大声和嗡嗡声 在那一刻他们的意识似乎被切断了 当贝蒂和巴尼恢复意识时 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记得 过去几个小时内发生的任何事情 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对夫妇饱受偏头痛 噩梦 甚至幻觉的折磨 他们决定向精神病医生 本杰明西蒙寻求帮助 听完他们的故事后 医生建议进行一段时间的催眠 多亏了这个催眠术 贝蒂和巴尼才记起了那些可怕的细节 事实证明 外星人已经控制了他们的思想 并将他们带入了他们的宇宙飞船 在那里采集了受害者的皮肤和头发样本 这个故事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外星文明长期与地球上的许多人接触 但永远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了这些遭遇 那该怎么办 50年来的第一次听证会 2022年春天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当局军方和科学家们 公布了U-LIFO目击事件的统计数据 他们似乎正式承认了外星文明的存在 但他们所有的发言都相当含糊 到2021年 观察到400个不明飞行物的实力 其中只有18个真正值得密切关注 军方认为这些物体具有潜在的威胁 由于他们不寻常的轨迹和速度变化 尽管如此 五角大楼的代表立即调整了他们的声明 暗示这些不明飞行物中的大多数 可能是无人机甚至是鸟类 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50年来第一次关于不明飞行物的听证会 也许这是一种微妙的方式 警告我们外星文明的新到来 马里亚纳不明飞行物事件 1950年8月上午11点29分 大瀑布电力小联盟棒球队总经理 尼克马里亚纳和他19岁的秘书 维吉尼亚劳尼格在一场比赛之前 检查轰荡荡的军团体育场棒球场 一道明亮的闪光引起了马里亚纳的注意 根据他的报告 他看到两个明亮的银色物体在大瀑布上空旋转 其速度他估计为每小时300至700公里 长度约为15米 看到这一不寻常的现象后 马里亚纳赶紧去拿他的摄像机 他成功拍摄了一段16秒的视频 清楚地显示了这两个物体 这件事发生几天后 马里亚纳向当地报纸报道了这件事 他还与同事们分享了这个故事 并向他们展示录制完成的影片 美国空军开始对这个不寻常的故事感兴趣 同年10月 军方约谈了马里亚纳的助理 并要求对原始影片进行分析 在对影片进行分析后 美国空军表示 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异常 这两个奇怪的物体很可能是战斗机 不久之后 马里亚纳联系了记者 声称视频的一部分不见了 据他说 空军偷走了一部分 他记录了事件的最初几秒钟 正是在这些时刻 人们才清楚地看到 这些物体的形状与战斗机完全不同 军方强烈否认影片丢失 并拒绝发表任何评论 但如果美国空军说的是实话 如果视频中确实出现了战斗机 那么为什么空军要减掉视频中的一部分呢 德雷克方程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天文学家热衷于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宇宙中是否存在其他生命 如果存在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毫无疑问 这个话题在今天仍然有意义 但在当时 科学家们认真的关注着他 美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教授 弗兰克唐纳德德雷克也无例外 他也试图理解这个问题 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了德雷克方程 这个公式旨在计算 银河系中外星文明的潜在数量 并确定与他们沟通的可能性 德雷克在他的公式中包含了八个变量 其中一个是未知的 这是代表外星文明数量的变量 我们不用深入研究每个变量的定义 看看德雷克是如何解决 他自己的方程会更有趣 他把已知变量带入方程 得到数字时 换句话说 理论上在我们整个银河系中 可能存在十个先进文明 很令人震惊 不是吗 然而 现在科学家可以进行更精确的计算 事实证明 德雷克自己使用的一些变量的值 与现代知识是不正确的 今天的方程结果是0.00637 这意味着银河系中根本就没有先进的文明 所以最终 现今的科学家们否定了德雷克方程 地球随时被监测 阴谋论中最受欢迎的话题之一 是以科名为黑夜的人造地球卫星 根据这一理论 黑夜已经围绕我们的星球运行了13000年 与地球自转的方向相反 这个不明物体的故事始于19世纪末 当时尼古拉特斯拉成功地捕捉到了来自太空的信号 特斯拉相信有外星智慧的存在 因此认为信号来自外星探测器 20世纪初 许多科学家开始捕捉到类似的信号 根据他们的假设 信号源是同一颗卫星 这些观察增加了人们对神秘黑夜的兴趣 1998年 美国航天飞机奋进号 终于捕捉到了这个神秘物体的图像 根据阴谋论 探测器是由未知的外星文明 发送来观察我们的星球的 当人们看到黑夜的真实图像时 没有人再否认它的存在 2017年3月 一段黑夜被毁的视频出现在网上 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不明物体到底是什么 它来自哪里 神秘的五十一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五十一区就为人所知 当时这里是军事训练场 1951年 中央情报局决定在五十一区建立一个基地 从那时起 它就成为了一个机密地点 美国政府隐瞒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在2013年 当局不情愿地承认了它的存在 因此 这个地方再次引发了人们的焦点 比如经常被传播的与外星人接触 根据一些解密的信息 五十一区是用来观察各种不明飞行物的地方 它也被用于尖端战斗机的开发和测试 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报告说 在雷达屏幕上 它能反复看到多个不明飞行物 在这个秘密基地上空盘旋 就像是街道命令一样 在空中盘旋 前五十一区工程师博伊德·布什曼 在临终前录制了一段视频 他在视频中声称 军方长期以来 一直与来自地外星球的外星人保持联系 并称这些外星人自行分为木马人 和偷牛贼两个阵营 当然相信或不相信这些故事 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看法 雪茄形状的物体 2017年夏威夷的科学家 有了一个轰动的发现 一个奇怪的雪茄形状的太空物体 这个物体被命名为傲默默 从夏威夷语翻译过来 那就是来自远方的第一个姓氏 这个名字选得很恰当 因为傲默默真的很独特 它的长度约为180米 它的宽度约30米 直径约160米 它的形状像雪茄 通常小行星的比例形状更接近椭圆形或圆形 天体在比例上有如此大的差异是不寻常的 此外 小行星通常有简单的轨道 它们都以与行星相同的方向围绕太阳运行 它们的轨道几乎是圆形的 并且有轻微的倾斜 与小行星不同的是 傲默默拥有双区轨迹 科学家们注意到 这个物体如何加速 然后减速 甚至在空中盘旋 它也在绕轴旋转 在太空中翻滚 最初 科学家们认为傲默默是一颗彗星 但与其他行星对比后 很明显不是 阿维勒布认为它可能是外星技术的产物 但时至今日 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任何假设 尽管它很奇怪 罗斯威尔事件 1947年发生在新墨西哥州 罗斯威尔镇附近的这起事件 已成为全球最神秘的故事之一 事情的起因是当地一位农民听到一声巨响 接着是一道闪光 他误以为是雷鱼 第二天早上 这个人去找他的羊 因为噪音离他的房子不远 可他发现了许多来历不明的碎片 农民以为他们是美国空军战斗机的零件 但在仔细检查后发现不对劲 他立即联系了当地警方 随后空军上校威廉·布兰查德赶到了现场 在收取了这些碎片后 他们仔细辨认这些碎片 几天后 报纸发表了他的声明 称在罗斯威尔附近 发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成为当时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但是在一天后 罗杰·梅森雷米将军驳斥了这一说法 称该物体只是一个坠毁的气象气球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雷米把这些碎片拿给记者看 让他们自己检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第509航空团的情报主管 杰西·马赛尔少校 在一次采访中透露 雷米将军欺骗了公众 向媒体展示了一个假的碎片 而真正的碎片则被高度保密 这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神秘 看来军方有什么要隐瞒的 但是如果不是气象气球 那是什么东西呢 阿诺德飞碟事件 1947年6月24日 美国商人肯尼斯·阿诺德 驾驶他的飞机 从基哈利斯飞往亚基马 那天天气晴朗 阳光明媚 因此阿诺德决定在 喀斯卡特山脉附近 多花些时间在空中寻找一架 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输机的残骸 失试飞机的坐标已被悬赏 不幸的是 他没能找到任何残骸 但他却目睹了一个反常的现象 这一现象至今仍被认为 是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 回到亚基马后 阿诺德把这件事 告诉了他的飞行员朋友 艾伦·巴克斯特 据他说 在喀斯卡特山脉上空 他看到一道明亮的闪光 随后有九个发光的物体 一个接一个地向东南方向移动 他们的形状 让阿诺德想起了碟子或盘子 之后 阿诺德和巴克斯特 决定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这一事件 并接受了芝加哥太阳报记者的采访 就在第二天 报纸上满是关于飞碟的头条新闻 这篇报道引起了公众的骚动 顺便说一句 正是因为这个案例 不明飞行物也被称为飞碟 核心文件被解密 1948年 美国空军上将内森·法拉格特特文宁 执行了Science项目 目的是调查不明飞行物 该项目的参与者 从目击者那里收集了大量信息 对其进行评估并提供给政府 最初美国人怀疑这些发光的圆盘 可能是苏联的秘密武器 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 这些物品与苏联毫无关系 该项目于1985年解密 存储在关键文件中的信息令人震惊 原来飞碟是真的 此外正如爱德华·鲁佩尔特上尉 告诉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的那样 他们很可能是星际飞船 在整个项目的存在过程中 空军收集了数量惊人的目击者 对这一现象的描述 目击者中有可靠的人 包括受人尊敬的特种部队 军官和科学家 他们的所有证词仍然无法解释 并故意向公民隐瞒 但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都习惯于认为任何关于 天空中可疑物体的新闻都是假的 但是如果这只是政府的计划 让普通市民相信所有 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故事都是编造的呢 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看完了这期的内容后 你现在是怎么看待地外文明的呢 请在下方与我们交流 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 所展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